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的受灾民众表示害怕 因为没有热源 没法取暖 那么冷的话 穿丝袜有助于让本来血液可能就有血栓 老人减少他们可能因低温造成的一些身体影响 怎么说呢 就还是那句话 第一时间需要肯定还是吃喝 都说了为了减少他们又没法取暖 那你刚刚不送点燃料就让他们取暖呢 对不对 送什么丝袜啊 所以说被人骂 还有灵情和过期的视频 过期视频是此次日本民众非常气愤讨论的原因 为什么记过这视频 因为有些专家就说了 紫紫地震呢 有很多民众觉得我都没得吃 我要往再去送 还有人觉得反正这次是边远地区 跟我有啥关系 我住在城市里的 你们能不能带着这乡下也是顾巴老人 跟平日里出现在年轻人媒体上看到的这些信息 基本上是巴根子打不着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除了大家民伤都是日本人之外 没有什么太深厚 我要帮助你这样的联系 所以专家就说了 起码可以找不到家里穿剩下来的大人或者孩子的衣服 记得再去去 并且还提倡说你们这边如果有零期食品 自己觉得零期可能不安全了 记得再去去 如果是过期的食品 那么有的食品呢 说厂家反正生产的时候呢 为了国家的指标要求 是吧 保质期是往勺里面写的 那过了保质期呢 有一些食品是只是赏味期限 日语的汉字写的赏味期限 味道可能有一点点变化 但是呢 营养成分损失不大 对人呢 也不会吃了之后产生危害 什么食物中毒 所以鼓励家里如果有过期没多久食品呢 完了这个食品也不是那种特别容易腐坏 什么蛋糕啊 这类现做的啊 保质期就是什么两三天这种 寄到再去去可能都发霉了 这种不要啊 什么罐头食品啊之类 可以往再去寄 那些的问题又来了 专家说话说这么一大六 你要严谨 那有些老百姓听到的时候就听到一半 或者说没法理解 再或者有的野心家就听到这个啊 专家这么说了 嘿嘿 很好 专家起义 那我就故意去寄那些过期食品 所以在去一线的宣伴民众呢 他们有限的接受物资援助 因为这个路啊都不通 居然呢 收掉了大量的 他们非常气愤的过期食品啊 直接的大骂不是骂记者 骂送这些东西来的人 送这些东西来干嘛 不单不能吃啊 本来已经受灾了 吃了食物种族再怎么办 政府本来就灾都不救 你还要食物中毒 人怎么回事 是吧 而且还要再加上 这个东西 你有限的能够输送这么多物资到灾区 完了还输送进去 全是不能用的垃圾 灾区本来这些人就手忙脚乱 焦头烂额 还要负责你外面送进来这些 没有用的垃圾去放在那 所以我们看原文说 来辆卡车 把这个垃圾全部都放下之后走了 放下了半车垃圾 然后就走了 这是这么骂着吧 在这种场合是一个比较难听的骂人话 就嗯的意思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说只是不往嘴里去的那些还比较好说 能往嘴里去 在当地的老百姓急着饿都不行 那么这些垃圾到底能吃不能吃 在一线政府没有帮助 也没有私人来分享的情况下 那些主动挑起重担去承担责任 我们一个社区自助是吧 这些扛头的大哥大姐就面临更多的压力了 为什么他们实际上还要承担一个分减这些垃圾 就从这些所谓的捐赠物资里面分出的一些真正的垃圾和垃圾 完了把那些垃圾舍弃还要处理掉 那么这里问题就在于别的受灾的民众怎么看待 你把他们眼里觉得 哎呦这个东西能吃是吧 你给丢掉了 那在他们眼里说 你发起人当然是好了 那实际上自己会认为说 你把那能吃的东西全都丢掉 说不定你往自己家搬了 实际上那个玩意吃了会中毒 那谁来判断这个玩意到底能吃不能吃 都是零期或者过期的 你说这玩意危险吃了食物中毒 我觉得我还能吃 但是真吃了谁来负责呢 肯定骂到你头上 这我反正已经不管了 你是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 你自己要挑头的 我可没要你挑头 你要我吃坏了我算你头上 所以就那么简单一回事 我们来看他们当地自助 成立一个小组 川本济南 这就很了不起 是老百姓自助 不是什么政府 什么自卫队 说宋大军的物资 当记者的面拆开来 我们看原文 一个能吃都没有 事后就被人家骂 说实时上 他那些援助小组的就在民主说 你觉得不能吃 我们还觉得能吃的 事后就这个问题 双方还有争吵 本来就说了边远地区 还有很多老人 已经饿了几天 一样不凉滴水未尽 上来就吃些什么腐坏 乱七八糟食物 到时候出了点问题 政府反正已经不负责了 还不是算在你头上 谁叫你出头 你要搞自助教组 谁叫你要挑头的 所以这个问题很遗憾 就是现实 所以最后给记者一句话说 说这种垃圾 干脆不要捐了 捐了还不如饿着好 好歹不会食物中毒 那么这个话说完之后 日本广泛的民众 肯定要去问了 专家说的零期和过期 你如果有的合适的食品 可以据到在局是吧 专家现在又说什么了 就找了一个专家 哪个专家就这位啊 叫做景初流美啊 什么营养学啊 博士啥的 他也很难受 因为他当时 他是个好意 因为确实有很多食品 他这个保质期稍微过一点 他吃了人 不会怎么样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到底过多少能吃 能交给老百姓去 同时就在现在 确实一边一个问题 其实日本政府靠不住 怎么办 只能靠老百姓自助 但是这个问题就判断 什么零期 什么过期食品 能往灾去运 什么类型的食品 过了期 不能往灾去运 你没有一个 什么课程啊 啥的 你全日本这么多乱七八糟 每个人拿到手里的食物 怎么可能 你专家一句话说 往灾去送 老百姓会判断 要不然灾去一线的人 拿到这个 他能判断 都判断不了 还对你专家来判断 你专家没写了本图件 看着这个玩意对着捐 没有这么干 但是呢 专家也买副牢骚 说我当初说的是 过期没多久的食品 还有一些 专门讲的蛋糕什么发美这玩意 不要往灾去送 但是这回灾去街道的食品呢 居然还有过期四年以上的 2019年就过期的食品 这就很恶毒了 这是专家的原话 我们看景出流美 恶意感 得这个汉字 那实际上你 你不用懂日语 感觉到了恶意的 实际上呢 我就不禁感到了这里面的恶意 确实呀 专家也是好意 反正你到时候也要扔垃圾堆的 你干嘛不把其中可能能利用起来东西往灾区卷呢 但是专家也没想到是吧 你真的是站在一个全国的场合说这个话 人家把四年 过期四年的食品往灾区去运了 不但给本来就没有支援的灾区 现在还要负责分解你这些垃圾出来 完了要灾区的受灾民众内部矛盾 凭什么你这个能扔 凭什么这个我不能吃 对吧 还有这内斗专家也很难受啊 所以专家马上也开始猛 但切入的角度呢还是很明显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直接可以骂说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是吧 你要追责的 但是专家采取角度说啊 本意还是好的嘛 但是为什么偏差呢 认为这样帮助他人呢 是一个救世主心态啊 是一种带着施舍的以我作为施舍的人为主的思考心态 而不是说我希望去帮助他人 是站在被帮助者的角度去思考 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帮助的 为了自我满足去宣赠 而不是真的站在灾区受灾民众的角度考虑 他们现在会需要什么 一线的灾区民众现在需要你的牵扯和 还是需要你的丝罗 所以营养学专家认为呢 这是救世主心态问题 但是别的你像啊 刑事警察呢 或者说法学教授 可能就认为这里面是不是涉及 刑事犯罪问题了 对 你趁这个受灾的时候 给人寄过期食品 是不是你就想下毒啊 所以说一系列问题啊 日本民众呢 反应呢就两个 一个说这么麻烦干脆别捐了啊 反正政府应该来做的 怎么搞的都是老百姓好像来救灾 什么事全靠老百姓政府在干嘛 炮火呢 当然又指向日本政府准备向乌克兰啊 进一步的进行这个战争的援助等等 我说这种时候还援助乌克兰 另外一种声音则是比较微观 说日本怎么呃呃的成了这个样子 国家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 人怎么变成这样 原来可能想的宏大叙事那些啊 大家全国团结 不是宏大叙事 起码社区有社区的团结 大家一个村一个社区 都什么深深的羁绊之类的 搞的什么都没有了 一方面宏大叙事也没有 一方面社区的小团结也没有了 国家怎么搞成了这样 这一方面啊 另外一方面呢 自卫队也没有干活啊 也干活了 说提供呢 也是一个星期没洗澡 是吧 给一部分呢 说在民众能够提供了洗澡的地方 而且不是一般的领域 是泡澡 日本人对泡澡是有执念的啊 当然我们必须要强调说 座域如果是 按着一群人一起的话 用那么一池水 那干净不干净呢 很难说 所以日本人呢 泡澡他有时候家庭泡一缸水 他也不是说 就没有冲直接进去的 因为太脏了嘛 就给你死皮啊 啥的 经常性是现在外面擦洗干净 然后进去泡澡 泡一会再出来 是吧 这样尽量保住内缸水 稍微干净些 但是呢 考虑作为的搞这个应急浴场啊 大家都是什么 一个星期没洗澡的 你这 那淋洗擦洗的时候 到底能有多干净 完了之后 共浴使用这一缸水 能够干净到哪里 是不是会传染一些疾病 这个是很难说 因为我们之前刚说过 日本现在这个性病问题 是吧 是比较猖獗的 而且由于什么质感文化之类 呃 又是跟他人没什么交流 所以都羞于承认 也羞于检测 那会不会就 在这个时候 你有一些病的传播呢 能不能会不会通过泡澡 能传播性病呢 当然会啊 具体情况肯定取决于消毒情况 但是如果是这种 贫乏一群人全都去 那么共浴化 当然可能性还是 很难说是吧 很难说啊 我们举出科研的这个期刊来看 举了一个例子 意大利呢 说有个叫做维纳斯之境啊 名字起得特别好 特别唬人 很浪漫 但是干净不干净呢 这样说 无论到哪里 哪个国家都是一样 经商业的炒作 让你听到好像很浪漫的名字 但是很基本的 它安全不安全的 好像很多人都不问了 不光是旅游这个话题了 突然去美国 觉得美国真的好 到时候真的碰上一次子弹 隔着耳朵边 搜搜废的警笛 接上到处人的乱跑的时候 也知道什么叫做安全 是吧 这是很奇怪的啊 和平和安全的地方 呆惯了之后呢 对安全 苏就是一个觉得 理所应当的东西 所以呢 举出这个例子啊 在意大利一点 维大斯之境 非常浪漫 景色优美 但是11岁小女孩呢 泡了一四周 得了临病 临病啊 大名宁宁 下面各位在各种 这个城乡结合部的 电线杆上应该没少看 什么老军医啊 梅毒花柳 临病 素孝一阵灵灯 是吧 就那个临病 那么这只一个例子啊 另外就是 这不是意大利 跟日本有啥关系 日本也没好到哪里去 我们看这CNN 2023年 是吧 滚烫的例子 不是什么 就是10年前 2023年 说一个差不多百年老店啊 Flycer year 一年换两次水 这个水呢 半年才换一次 水都变色了 那时候啊 矿物质什么东西 后来发生了 你还想要怎么问 我会就是啊 给你鞠躬公吗 这是鞠躬公吗 是吧 社长鞠躬公 你还想怎么样 只能说就是 不要生活在异想里 而且要实时树立 安全的观念和意识 特别在这个点 性病的防治上呢 搞个公共泡澡池啊 就 还是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吗 那么还有一些 发生哭跳不得事呢 之前花重金 40亿日元 搞了一些什么 耐震的建筑啊 一瞬间直接崩塌了啊 豆腐沙工程 专家的就解释说 啊 这个建筑是没问题 是地的问题 地呢 是个软的地基 他就说 哎呀 这个地震真的太厉害了 是几千年一次了 耐震也耐不住呀 好 因为可能这是 宏带的事情啊 那么对具体的 每一个个人呢 可能更关心的是 自己的生存和安危 那么很遗憾呢 在比加索已经出现了 数十起 针对女性的性骚扰 和性暴力事件啊 所以说呢 日本的媒体 已经报道了 说要求呢 此次的地震救灾啊 一方面是一塌糊涂 一方面呢 还是性别主导的 认为是男性性别主导 负责物资的分配等等 所以说呢 有趁虚而入 去性侵占和性侵犯 女性的现象啊 对什么不如其妇女的羞辱啊 等等 层出不穷 呼吁日本政府呢 要建立女性专用避难所 但是很遗憾 就是整个避难所的 现在人家饭都没得吃 水都没得喝 电都没通 信号没有的时候 你想在呼吁女性专属避难所 那可能只在那些 救灾的物资非常充盈 就不是那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可行了 否则那边 这老百姓的根本就饭都吃不上 还在吃一些 什么过期食品 在骂你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 嗯嗯 是吧 还在骂这个的 这个问题是提出 当然非常有意义 但是现实层面的 它不可能得到日本政府的解决 对人世东海这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个财产的危害 我们刚才实穿的知识 就是说地人发生之后的各种各样的窃盗 偷窃 抢劫啊 太多了啊 那么这是自己对该情况的评价呢 是 已经觉得很离谱了 好 那么最后呢 大家发现一些有趣的信息啊 因为之前有专家教授表示 我们来看一下说 救灾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 从来没有人认为政府救灾 我们应该感谢 如果你连灾都不救 你还配当政府吗 哎呦喂 你看不光是日本 日本这次救灾 我们自己拿日本的材料放到面上来谈一谈 那么专家这次言论 如果认为灾都不救 都不配当政府 那么日本政府配当政府吗 必须要问出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 也非常有意思啊 那不得不提那个德克萨斯 之前停电的时候 是吧 扣拉多市的市长 蒂姆博伊德呢 在推特上面啊 发了一篇文章 就是当地断水断电 非常无助的民众呢 表示怨恨 那德克萨斯不是能源大洲吗 为什么断水断电 没办法 一方面是极端天气 一方面呢 他那个电网 因为觉得你是能源大洲 不要别的洲占了我的便宜 我德州可是要时刻保持 我现在要求独立 我所有都不依赖 美国全国的这个能力 所以电网的频率 跟其他洲呢 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别的州有电 你也不能很容易的 给我德州用 你也救不了我 频率是不一样的 这些血型是不一样的 一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Tim伯伯伊德 金句评出 我们重新来回顾一下 说sink or swim it's your choice 你是成才去淹死呢 还是游泳 是你们这些老百姓 自己做一个选择啊 不要来期待政府 有任何责任帮助你 这都是他原话啊 ows you nothing 任何的政府 或者公众服务呢 不欠你们任何东西 他是以市长身份 说了这些话啊 并且评论 所有没水没电 等待救援的群众呢 说lazy 这个群众词 是你们的懒惰 是民主的问题 only the strong will survive and weak will perish 这句真是金句啊 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弱者会 怎么说呢 还是人类社会是吧 和谐强调 所以这个动词 进行一下美化 应该翻译成毁灭 强者才能生存 弱者会毁灭 这是美国啊 美国的市长 在面对极端天气 群众没水没电 有人就是住在房子里 冻死了 这样一个场合 那么当时呢 电还涨了270多倍 对吧 你用得起就用 用不起你又 该怎么着怎么着 弱者就perish 就毁灭啊 这是人家的原话 并且呢 还强调 还抨击有些群众啊 对政府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为呢 sadly 非常悲哀的 这是社会主义政府 才有的悲哀的产物 居然让老百姓认为说 可以仰仗其他人工作 来帮助他啊 焰一臂值的灾害降临的时候 期待他人会帮助你 这是社会主义政府 他有的悲哀残物 这全是洪荒旷书原话 要是不认识英文 不会读的 你拿个翻译碗 人家翻译也可以 现在也非常方便啊 最后来加重语气 大写 Don't be a part of the problem 不要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不要part of the solution 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啊 这是美国市长的发言 所以有这些事实摆出来呢 我们从来看这位 著名情况大学 教授专家的言论说 如果你来灾都不救 你还配当政府吗 都要深深感谢专家的发言啊 将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合法性呢 简简单单通过救灾 这一个小小的例子 就巴的毛都不剩 有需求的朋友们呢 我们这里提供的材料和证据和事实的 都是没有任何马赛克 没有水印啊 欢迎各位取用